烧制低电阻木炭要用质地比较坚硬的木头 从断面来看木质比较紧密 这样烧出来的木炭它的电阻才会低 烧制低电阻木炭依然需要用到之前做的这一个柴火气化炉 但是我们需要对它进行一下改造 首先就是先拆掉上面的这两个腿 摘火的方便密封 接下来要用这种铝箔胶带 把側面的通风口全部封上 方便控制进去 我们快拿过来准备点火了 现在这个程度里面的木头已经都全部变黑了 我们现在需要赶紧把它挪到这个另外的地方去 因为底下和侧面都不带通风 可以说它里面应该是一个缺氧的环境 这个木头会在缺氧高温的环境当中继续碳化 等它不着了再把它挪出来 最关键的一步来了 用风扇鼓风5分钟以上提高炉内温度 让木炭石墨化 下面炉头也非常热 然后炭已经都消耗打扮了 好了5分钟到了 我们赶紧把这个风扇给停了 然后把它再继续挪到这个地方 把它底部给密封起来 然后上面盖上一个盖子 再等10分钟 10分钟到了 见证奇迹的时刻 那么多木头就还剩这么一叠了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低电毒木炭 先拿一网银表测一个看看 诶 再一个还好 诶 再一个也行 诶 再一个也才19 大概应该在50欧以下 应该就比较可用了 现在来看 这些烧制出来的木炭性能都很不错 这样呢 我们就都要了它 下一个视频 我将会用这些木炭做电极 制作号称末日电池的铝空气电池 下期再见吧 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